两人当即来到宽敞的大街上 准备一决生死 谁知郭天旭准备下黑手 命令手下射杀孙德牙 手下显得十分紧张 因为害怕射中自家大帅就麻烦了 然而郭天旭却让他放心大胆射 如果出了意外 他也正好继承父亲的帅位 有了这颗定心丸 手下就再也没有顾虑 一剑射中了孙德牙的胳膊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在场的人都冷了神 孙布什兵剑大帅被人暗算 冲上去想要为其报仇 却被孙德牙喝醉